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名朋友在任何事都还未发生前 而话不说的就直接逃离现场 他们在当下并不确定该如何看待这名小孩 但他们过后怀疑等待着他们的 是个不友善的幽灵 这里我们认为 若这并不是件灵异事件 那这小孩可能是公路袭击事件的道具 所以以其下车查看 两人直接离开现场可能是件好事 你若遇到这个状况时会如何面对呢 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吧 这个警察录影画面 是加利福尼亚州在2017年 所发生的一场大火时所拍下的 当时警察接近起来的疏散大众 以及恢复次序 当你能从这个短暂的记录器画面 看见他们当时所面对的是绝对的混乱 仔细聆听 你将会听到条队员说 他们完全无法说明大火蔓延的方向 以及似乎非常的不知所措 在这里 我得向这些奋不顾身冲击火海 试图拯救大家的警官 和所有勇敢的工资人员致敬 这辆巴士在俄罗斯乡村地区安逸地行驶 直到被数不经的飞虫环绕 这一大群蝗虫砸向巴士时的巨大推力 足以摇晃重型巴士的平衡系统 把车内的所有人都吓晃了 天色顿时变暗 而里面的司机和乘客 在巴士被上百万个巨大虫子 袭击得快要偏离车道时 感到非常的无助 最后他们经过火深深的昆虫群后 终于又能看见太阳和天空了 所有人都毫发无伤 但却对自己所目击的一切完全吓呆了 若巴士在当下抛锚的话 他们就有可能困在那儿 直到蝗虫离开为止 更别提要是巴士窗口破裂会发生什么事了 一名在美国坑塔基州巡逻街道的警察 看见一个奇怪的物体独自站在公路中央 在他下车查看的时候 竟发现一个小巧的人行 往他的车灯跑去 警官对一名小孩在没有成人的监督下 站在公路中央感到十分惊讶 他把幼儿抱起后不久 一辆卡车直接死过 在小孩最初被发现的地点 还好这名警察事先发现小孩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卡车事迹 可能会在出事后才会发现小孩的存在 原来这名小孩是趁在美人看管子下 甚至走出前门 然后来到繁忙的公路上 小孩的家人在取回孩子后松了一口气 他们也很幸运的 没因为疏忽行为而被控告 这名YouTuber相信他的行车记录器 在自己驾驶过一条驾驱道路 看见右边的反光体时 拍到了领异画面 注意看挺破在右边的车 可以了解他所说的事物 我个人认为 那看起来像是某人正准备越过马路 事件发生的太快了 这里我们将会以慢速度播放 让我们知道你是否也看见了 当他停在灯光亮起的地方时 他和友人却惊讶的什么都没看到 他们两人都发誓说 他们看见灯光 以及认为某人正在越过马路 这里我的猜想 是他的车灯 可能反射了停泊在路旁车的灯光 但角度却又不怎么对称 让我知道你是否也看见了 以及你认为他到底是什么呢 一道在肯打击中的巨大闪电 大道足以被两个不同的警察行车记录镜头 给捕捉到了 第一辆警车位于远方 而这个记录器镜头 就显示了这道巨大闪电的长度 而第二辆警车 则靠近得多 这道闪电直接批到临近的居住区 幸好里头的居民都没事 但这名警官将永远不会忘记 自己是多么接近 滑滑被雷劈死的命运 一名俄罗斯司机在驾驶时聊之天 忽然被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变货打断了失去 隔着几辆车前的一辆大型水泥车 在因为重量的压力之下垮塌 在起后轮胎的位置 形成了一个巨大水坑 水泥卡车司机赶快下车查看 但却也无能为力 这里我们认为他和其他人都该尽快远离水坑 而不是在一旁观察 我并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但愿那水坑并没有越变越大 而大家也都没事 这起事件于2017年5月 在沈阳市东北区域发生 街道上闪起百热的火光 但这并不是来自爆裂的变压器 或断开的电力线 这是一道闪电 只有大自然才能生产出这种原始力量 幸好当时的街道是被树木围绕而不是电力线 要不然这行车记录画面看起来将会更加的糟糕 这行车记录是在印度某处繁忙的街道上拍下的 原本没什么运无寻常的事 直到这个小桥的物体在路上徘徊时 做出了奇怪的空中动作 这变形的物体不久后停下 然后更换方向飞行 这里我认为相当奇怪的是 另一个车道的驾驶人士就没察觉到 但可能发生的太快了 所以他们没察觉吧 要不是的话 那我就认为这行车进入镜头 可能就是假的 但我真的很好奇想要听听你的意见 一名名叫Elisa的YouTuber 在死过美国南区的当地街道时 看见一个他从未见过的人 在路旁做出怪异的行为 在他和有人都同意说 这人可能受到奇怪的病毒感染时 你能从Elisa的嗓音中察觉他的紧张 不管是不是个僵尸 人们也只能猜想在发现的同时 有多少起这样的病毒爆发事件 已经开始发生 如果事实并不是如此 那这人就是受到了激烈的毒瘀 Elisa快速死过 把那名陌生人留在身后 这个神秘的行车记录影片 于几年前在欧洲某地拍下 从此以后就击垮了全世界所有的YouTuber 当这辆车转转时 你能清楚地看见 对面车道的所有汽车 都处于完全停下的情况 换句话说 当下是完全没有反方向的车辆 然后就突然发生了这个状况 前面这辆车突然被一辆 看起来似乎不知从何而来的车子 穿插了路线 请留意这里 在同一个时候 其他两辆车也正在左转 完全不可能有空位来给这辆幽灵车挤进来 我们已经重复看过这个画面好多次了 但仍然找不到任何解释 你若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 就请帮帮我们吧 Ronner在弗尼吉亚的大路上驾驶时 几颗大树突然同时间的差一点倒在他的小货车上 他下待了几秒后才开始赶快倒车 因为附近有看似随时都会垮下的火电线 如果当时Ronner驾得快一些 换那些树生长在左边几英寸 那他无疑会被击中 甚至肯定就完蛋了 幸运的是 他只有车的挡风镜受了点轻微损坏罢了 俄罗斯在深夜时的天空突然变得无法辨认 一道红黄色的光 照亮了整整15秒后才逐渐的恢复漆黑 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至今为止 科学家还未能为这现象做出解释 但在我看来可能是个爆炸事件吧 让我知道你是否同意我的看法 无论如何 这耀眼而无神的灯光秀 可是我在行车记录画面中见过最疯狂的一个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你曾经看过什么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 而却又没记录下来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还有些影片我们认为你会喜欢的